今天是12月16号第五章第二次上课 那这个我们现在讲FIN的那个实际的这个情况 FIN的实际情况 理想上我们希望它是举行 事实上我们观察体验它都是T型的 因为下方 因为我们现在FIN都做得很高 大概是50nm的高度 50nm的高度 那50nm的高度你下方时刻不太容易 所谓我们都会形成那个T型 会形成T型 会形成T型这样子 那 好这个前面那个类似的这个 这个类似的这个制程的流程哦 都跟大家讲过了啊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个 Process Grow啊 这个这根以下为重复 嗯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早期啊 早期这个第一代做这个啊 这两这个是做在soi上面的 这个跟下面有重复啊 啊 我用嗯 好 我们先讲soi啊 soi就是一种晶片啊 就是它是下面是有所谓的氧化层 那是它是下面是silicon 上面是一个barra 上面还是单电式 这边这先知道就好了 是这种特贵的一个晶片啊 那比较少用 我后面会再详调 我们先看它是怎么做fin啊 那那上述提及啊 冰费要有极高的这个 啊 高升比啊 高升比啊 比如说大概是现在是8倍的 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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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比8 比如说 嗯 高是40吗 8倍 8倍是40 所以上面是5下面是40 8倍 8倍高升比 所以这个有机的材料 你没有办法挡挡到这么深的高升比 无法挡用这个反映性的时刻啊 所以我们通常会用什么nitri或asite 当做什么硬折罩 哈马斯克 哈马斯克 好来当做这个来来当 来当做时刻的阻挡层 来来吃好高升比的病啊 所以单纯的有机的材料 叫这个光组 你知道光组我跟之前上课上 期目考之前 我跟大家讲他其实他是一个有机物 啊 有机物挡不了那个 你要吃很 你要吃高升比就是代表你要吃很久嘛 那吃很久你挡不住 你挡不住 所以你要用哈马斯克来打 那如果你在buck fee 费的话 那这个soi主要是IBM跟国国防水 所以他们在推了哈发现他们失败了吗 目前来讲市场市场的也也表明他们是失败的 对不对哈 这个这个就事实胜以雄变了哈 那那这个buck fee 费后来也是成 因为那时候刚发展 是不是有说是都在soi上面这个晶片 有些人说用用一样用那个二维的这种 延续用二维用快材的晶片就好了啊 我们用 反正隔离隔离层做好了啊 那soi好处就是说他这个中间他有一个 barrier side b就是隔离啊 barrier side 埋入氧化层啊 barrier side 他自然那个绝缘特性的比较好 但是这个晶片不好做了哈 这个晶片技术掌握在 在一个法国的公司手上还有日本 好像我们中美金好像并购一家也会 好像法国被我们并购了哈 中美金 台湾这个中美金这家厂商很厉害啊 并购很并购很多那个小家的这个 掌晶片的六十八寸十二寸晶片的公司啊 非常非常有那个胜利的 非常有一个胜利的精准的眼光啊 看准的看你台湾在这个晶片市场 长期的长期的领先地位 你要生产金生产晶片啊 生产那个半导体的这个成品 你总是要晶片嘛 他说一个同志晶片 Waver 然后我们要用了 那这边讲那个 high mask之外 这早期也是沿用2D的方法啊 做severline的imprint Gate在那边做severline imprint 对不对 那可是这个也不行啊 这样子你要severline imprint的话 那你的热预算会过高 热预算会过高 那我们知道现在Gate 尤其feetGate 差不多都是介于20到30耐元之间啊 GateLens是介于20到30之间啊 所以你这个severline imprint的话啊 就过高 那那你就是收阵 那收阵的那个残杂 就很很会碰触到 那这样元件就很容易 所谓的胖树碰穿啊 碰穿胖树 那就元件就死掉 那碰穿也会导致很多的 也很多的短通道效应 我想短通道效应 最最最最糟糕的状况 就是收阵直接碰穿啊 哦 收阵直接碰穿 那什么叫碰穿的意思 我们把这个去回到这个图 那你这收阵啊 收阵啊 往这个掺杂啊 上面这个耳朵啊 这个doping啊 收阵的doping直接 收阵的doping啊 如果这L啊 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越来越靠近 这两个直接merge在一起 那就叫碰穿 那短通道最极限 最可怕的状况就是什么 收阵的碰穿 那整个元件就直接就是短路了 那就完蛋了 那你杂机失去效果了 杂机失去效果 所以用离子布置的方法啊 你用fiffate 绝对会有很严重的东西 要你甚至直接碰穿 ok啊 听懂啊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后来要做那个 要做那个挖钩挖那个 收阵的recess recess cavity 挖地下室 recess cavity很难被嘛 后退的挖下去的地下 cavity挖下去的空虚 很难被嘛 这种我们英文又不常用这个字 对不对 我说改用地下室嘛 挖地下室大家不要清楚嘛 英文叫recess cavity嘛 recess cavity啊 好 所以我们要挖地下室 涨二楼直接累金 不要imprint 累金那时候的过程就取代sever line的imprint 要记住啊 那记住啊 要记住啊 挖地下是累金的过程就取代这一道 背起来啊 要背起来啊 啊 你epi 要改用那个epi的epi的 epi的收件 就取代sever line 要背起来啊 要背起来啊 但是为什么要减少预算啊 为什么要减少预算啊 我这个制程非常的精巧啊 都是有他目的的啊 都是有他目的啊 不是乱学一通啦 背他这乱学一通 其实都有逻辑性啊 都有逻辑性啊 然后逻辑性去思考 不要乱背一通 不要乱背一通 大家聪明一点 要聪明一点啊 请未来进职场 去顶尖公司一个一个比聪明 你趁这个机会把自己的逻辑啊 思考能力锻炼起来 我们不要再强调什么记忆力苦干实干啊 那个都过去世了 那过去世了啦 苦干实干的话 那个北韩移民欢迎你好不好 北韩最喜欢这种人 这种劳工啊 昨晚也很晚 昨晚其实也不欢迎了啦 昨晚大概要去大西北啊 新疆啊 蒙古啊 那大概还是还是西藏 还是欢迎你这种人啊 苦干实干型啊 那连海的写IT啊 不喜欢的 新创企业都不喜欢了啊 台湾也不喜欢啊 趁这个时候啊 那你就说啊 在清大 好好把这个 脑袋梳理一下啊 我们整理进化一下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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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一下severline double pairing 这个现在很可怕 这个就是很可怕啊 很可怕 那好 这个是第二代的第二代形成FIN的方法 行成FIN的方法 我们第一代是说啊 我们用直接用那个哈马斯克转移 对不对 所以其实它的曝光的 它的那个FIN的这个大小还是其实局限在EUV上面 对不对 我们现在都EUV 我们就讲EUV了 好不好 就讲EUV了 就讲EUV了 讲EUV 好 那事实上啊 现在这个很 这个方法很变态啊 它是用什么 我们先用EUV的方法啊 好 好 先制作啊 好 形成这个轴心 英文叫Mendro 好 在乱翻啊 乱举 他们乱举 我们乱翻啊 反正就留下这个 这个叫做轴心 叫Mendro 好 在此 以此轴心啊 在这边啊 第二步行成Nightride的 Aside Spacer Aside Spacer 然后再用湿湿石科呢 把这个Nightride Mendro把它掏空 因为湿石科选择比无限大 你可以掏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然后掏掉 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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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记一下 这个 这边记一下 那这个 这个 那你说这个宽度是多少呢 这个宽度 依实验经验结果 大概是0.7 这个0.7 记一下 0.7 就是说 你Aside的 这个Aside底部的宽度 是跟你的 Space Space的高度的0.7 好不好 背一下 好不好 我这边就很难写的 很详细啦 啊 这个 Space的宽度大概是你高度的0.7 啊 啊 好 PS 好了 Space 的 SPS Space Wiz Around Around Space House Space House House Ai GHT 乘上0.7 好不好 啊 背一下啊 红色 这边红色 操一下操一下 啊 0.7 我们可以 蛮准的 蛮准的啊 这蛮准的啊 那我自己做过 还蛮准啊 Space的位置 大概就是Space High的0.7 那这个 那我们再把掏空 那这个 这个 FIN的pitch就是60奈米吧 三分之一嘛 这是20奈米的节点吧 20奈米的节点 那我们再用这个Space的这个 当做Harmask Harmask 然后再去10颗下面的C 那你这个FIN就可以做的很小 FIN就可以做到5奈米 很可怕啊 这叫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所以啊 这边关键是什么 你看啊 关键在这里 关键在这里 关键在这里啊 微影是有极限 就这个是有极限的 但是图案细小化 没有极限啊 图案细小化 没有极限啊 哦 那现在主流是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那还有新的方法 LE 还有什么 后面有页啦 然后在Appendex我就不交了 我就不交了 因为那个还没有 还没有量产了 我就不交了 好不好 还没有量产 比较是 还是underdeveloper 我就不交了 因为 那个也不见得会量产啊 有时候有时候新的一些东西 很奇怪 不见得会量产啊 有些公司也会放一些烟雾蛋 有些放一些烟雾蛋 不见得会量产啊 我们讲会量产的东西 那现在量产就是靠这个 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这个 这个打个信心啊 这个打个信心啊 就是说 用这个方法可以巧妙 再把 再把Fin的这个 再缩小 再缩小 这叫高 形成高臭密的方法 如果你是靠围影 没有办法做到这么高臭密 所以要用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Seven Line 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Seven Line 不要光照啦 这个要光照 这个其他不要 其他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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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啊 很厉害啊 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好 这个就是一样啊 重复了啦 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那是右边 它是光照的形状啊 光照形状 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那可以做的很漂亮啊 这个技术很多 已经很成熟了 你可能第一次听过 那不信你就输了 这个技术很成熟了 几乎量产都是用这个技术了 量产就是用这个技术了 好 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那我们原理抓到就好了 原理抓到 那这个也是用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你做出来 原本是长这样啊 他做成Seven Line出来了 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这个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好 好 你如果一次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不够 来 我两次Seven Line 好 两次不够 我再三次Seven Line 你有沒有看见 这是一次Seven Line 这两次Seven Line 三次Seven Line 够不够变态 一次缩小一半 再一次再缩小一半 再三次缩小成大分之一 变不变态 你知道技术控制的很好 你可以无限缩小 你知道技术 你只要Seven Line刀配 可以控制的很好 你可以缩小到八分之一 我想再下去可能很危险 大概三次 应该是极限 很可怕 很可怕 所以EUV越缩越小 Seven Line次数可以越减少 所以为什么EUV引进的话 你可以减少很多破关的字数 这是一个关键的原因 因为你铺一次 你的EUV就可以很小了 所以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可能只要一次就够了 那最多可能两次 以前可能要到三次 那两个也会差 那现在可能也许一次就够了 也许比较机密的地方可能两次 其他一次就够了 为什么EUV这么重要 是个战略的这个 这个微影的技术 就是这个原因 光EUV还不够 还要配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我要记住 你们每次就 初学者以为EUV就天下无敌 每次回事 台积电强是强在EUV之下 还要再加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其他家也会加 但是台积电做得特别好 我们台积电做得特别好 这样懂了吗 今天讲这个 你有沒有觉得突然换开了 不是EUV就够了 不是EUV就够了 还要加其他的方法 这是其中之一 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还要加上OPC 你要把这些有的没有的 这些额外的技术加上去 你的原件尺寸才会准小 所以这个都很大的挑战 都是营业机密 都是营业机密 这个不会公开的发表 都不会公开发表 好 我们再讲 如果原件越做越小 比如说你100奈米 其实你那个表面的 那个Fin的Revernance 这个Channel Revernance 是可以忽略的 可是你Fin如果做到宽度 只有10奈米到5奈米的话 这Revernance就相对严重了 对不对 那你用那个Seven Line Double Pattern 的话你这个 这个Fin的这个 这个变异性就很小 那你用 你用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另外一种 奇奇怪怪的方法 不就把光组这个叫做灰化 因为我们台英文叫Action and Trimming 就是把光组原本是这么大颗 我用电章方法把它变小颗 这叫Action Action就灰化 把东西烧成灰的意思 Treaming就是让它变小意思 慢慢把木头刷 一个跑跑跑跑到变小 叫Treaming 好不好 Action 这个英文不懂 自己去Google Action and Trimming 那另外一种就是 你Sagravia 不管用Ebin或是EUV 早期没有EUV 那你这边改的EUV也一样 那但是用 用那个光组灰化跟 跟围影的方式其实做不好 最好还是用什么 Severline Double Patering 这个最好 最好 这边那个 这边我都讲完了 用Severline Double Patering 变异性是最小 变异性最小 好不好 那这边有些变异性的图 咱们就自己看 反正变异性小特性就变化小 FIN的变异性小特性的变异 IV的变异性就小了 好不好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是上 刚刚是上市图 Turview 这是side view 测向看的 测向看 那测向其实也是有 也是有roveness Damage Are you damage 那这什么消除 这怎么消除 那后来客人家发明 一个很聪明的方法 用这个 5分钟 我这边打错了 5分钟 5分钟就好了 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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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照这个 照这个参考资料 900度C 5分钟 900度C 5分钟 那氢是最小的这个原子嘛 它会轻微去碰撞这个表面 在高温之下 这个在充满了氢的气氛的高温之下 它这个氢 我去轻轻轻微去碰撞这个侧壁 静微不妨测壁 它可以就把测壁抹平 就好像女生在上那个什么 上那个 上那个 面霜那样 有没有 或粉 这样粉 粉霜 擦粉 女生在擦粉那种感觉 哇 就是这样的 皮肤就会很细致有没有 其实这个原理就是从这样来的 女生不是涂那个 涂那个保养品嘛 不是油都是粉 昏迷的 擦涂粉 类似这种感觉 有点磨砂 那种磨砂膏那种感觉 磨砂膏 真的就是这样想到的 可能发明者在看他天 太太天天在那边 在那边磨那个 涂那个磨砂膏想到的 就用轻了 900度C5秒 他就可以把表面磨平 他的这个元件特性 就比较好 这个降低这个侧面的DIT 然后也可以减少空能以费这样子 那清晰退活 把侧面这个磨平这样子 好 平滑吧 清晰平滑 900度C5分钟 900度C5分钟 好 好 好 再来就是 Isolation Isolation的话 那早期大家 早期有两派 一派就认为说 你FIN Isolation不好做 你就做在Aside上面 SOI 那我想说他上次有讲 SOI就是 上次也给我讲 SOI支持 擁护者就是IBM 跟 跟Grobal Foundry 那另外一派 还是传统的 三大巨头 就Intel 还有三星跟台积 还有 炎电 那 因为他们认为 这个 SOI这个成本太贵了 其实 少量的不会贵 可是你一旦巨量的话 一定会被 法国人掐住脖子的 所以他们觉得 还是在Bug上面做就好了 我们要绝缘做好就好了 那一样要做很多警制层 退后警制层 什么跟二维那些警制层 全部给他做上去就对了 以前好的就照拜 知道吗 好的就照拜就对了 好 那非非 同时 不是同事 同时可以做在SOI跟Bug晶片 那SOI的抗绝缘能力 跟抗杂讯能力比较强 但是成本比较高 工晶片攻击比较少 关键是攻击比较少 一旦 一旦那个 你要大量一个月 比如说要10万片的话 哎 这法国人可是很会做生意 你要10万片 我就跟你讲我刚上10倍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所以大家也很聪明 跟法国人做生意要很小心 法国人做生意要很小心 那所以市场上主要还是就是少量 少量 拨拨放水 那一些商务 一些商务组的晶片厂 像五帽都在SOI上面 还有学术单位 学术单位的话 因为很难做 因为觉得要做很多的 他会很花时间 不是我们做不来 要花很多时间里面 我们学术界也是直接用SOI 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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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逻辑元件跟记忆体元件 还是以Bug 我绝对主导 就三星 Intel 博物方水 Toshiba Helix Micron 等等里面出来了 利基电 联电 利基电跟联电 现在也很大了 也很大了 如果你不想去台阶那么超 那些二线厂福利 现在也很好 现在也很好 现在台 现在真的是 台湾现在是半导铁 真的是黄金时代 又来迎来第二次的黄金时代 第一次黄金时代 是那种大佩古时代 可能现在要50岁以上才能享受到 我都没有 我还没50 那第一次是黄金时代 这一次又是一次黄金时代 那你要不要迎接这个黄金时代 我是觉得人要 如果你是家里很有钱 你可以不管 什么黄金时代有什么关系 反正我家住地保家 我有连爷爷当靠山 没有关系 那你家如果是个普通家庭 我是觉得还是西瓜靠大边 我觉得是比较安全一点 真的 那自己参考看看 还是按照自己的兴趣 如果自己的兴趣不是很明显的话 还是西瓜靠大边 因为西瓜靠大 就说你尽量进入热门产业 也是也是还有很多职位 很多的小的分支 你可以从中找到你的兴趣 不是说这个半导领域 就是只有做这个样子 你也可以做三五族设评 里面有方便元件 光达自驾车等等 里面有很多自动化设计 直接手备 想你想都想不到 AI自驾车 伺服器 还有量子电脑 你想都想不到的 所以这个领域是不是太广了 不要把半导领域想到很简单 很单调这样子 那很单调 你的大方费币 你会啊 东南人也会啊 德国人也会日本也会 全世界都会 想想是这样吗 为什么 英特尔基辛格都要来台来台湾 那个台湾来一个来拜访一下 大家去想看看啊 为什么不去那菠萝拜访 就是专程来台湾 为什么不去中国拜访 专程来台湾 好我們看一下退後緊製程 我就不講了 二維好三維當然照做 因為我們是用buck的晶片 buck晶片當然要做退後緊製程 是不是 避免那個通道的碰穿 也是減少service gathering 還有做口袋固執 全部一口氣 用退後緊製程好做 重點是什麼 二維好做好用繼續用 知道嗎 這我就不講了 這期期用考就講完了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fine的這個 那個shape variation 那早期早期是做直角型 早期比較做比較大直角型好 而且他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麼高好做好做 那你要做很高的時候 又要高受密的時候 這會他下面會打 那機械底部的機械硬力不夠強了 這要做成梯形 那做完梯形的問題是說這個 Gate就對這邊的靜電控制能力 不好 做成靜電控制不好 那可不可以我們可不可以混合一下 A加B變成C 直角加T形變成九瓶狀 可以 那就是日本人最喜歡的嘛 Hybrid嘛 油電混合車 那Pinfei也是做成這樣嘛 我們也是致敬一下 所以其實多方接觸領域可以 就是可以從 從A的領域去創新B啦 對不對 這是一個例子而已啊 目前N5N7都是做這樣啊 不要懷疑啊 懷疑就輸了啊 就回去跟你爸爸講 我輸了 嘿 我因為我不相信我們老師的話 我輸了 知道嗎 好我們看一下啊 這個Finshape對電信的影響啊 我們就說這個Table的角度啊 Table就代表這個 跟離直角差多少了啊 Table是0就是直角啊 Table10就是80度啦啊 好我們那個 如果你Table那個Table Table的角度啊 是越接近直角的話啊 他的SS就越好 我們看見啊 那越接近直角的話啊 他的電流啊 那個電 這邊打錯 電廠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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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 大 電廠越大 好電廠越大 電廠越大 好電廠越大 哎呀 Table角度變大就變小 氣死我了啦 煩你氣死我了啦 只是看圖最重要啦 其實這些字有時候都很煩啊 那個 記記又記錯 所以說盡量啊 記東西要記看圖啦 看圖說故事 不要硬背一些東西啦 像你看這背這個背背還背錯咧 對不對 看圖就好了啦 是不是 要不要記一些字啦 看圖啦 看圖啦 圖是圖為主啦 這是輔助啦 不好 研究生要記住這個觀念啦 圖為主 這是輔助啦 我們不是念文學院 全部都是在背誓啊 寫一些 通華學樂的那些 無為婆威那些字 然後我們看一下啊 那個我們說FIN 那這也很簡單啦 反正記住這個觀念 FIN就是什麼 高速密碼對不對 那頻率啊 頻率就是這個公式 你其實推導一下很簡單嘛 用音次分析去看 看一看就會了 那你說這個電流越大 電流越大 你頻率就可以拉越高 頻率啊 所以為什麼要萎縮 瘋狂萎 瘋狂萎縮 你的頻率拉越高 耐效能越高 你被玩那個 3D手遊大作 3D手遊大作 我建議大家去 去那個Youtube 看一下現在 Intel是12奈米的評測 很多很多Youtube 大家都瘋狂去搶 要搶油量嘛 很多人都去做評測 那就看看重點就好 看最後的Benchmark 這些評測 那確實 那確實 Intel這個12奈米真的是 他的 講錯了 講錯了 Intel 12代是7奈米 Intel 12代是7奈米 非常的 好 非常強悍 非常強悍 幾乎碾壓四面上 相同競品 AMD現在真的緊張 真的緊張 你去看你會買12代的 Intel的CPU 你不會買AMD的 你不會買AMD 那現在 現在是那個 比較難 比較難買 缺貨 再來主機板比較貴 你可以等到過完年 等到過完年再買 那應該那時候比較合理一點 那個效能真的很強悍 很強悍 很強悍 還有那個Intel CPU 他的 廣泛性支援度比較好 比如你要跑一些工程軟體 MANLAB Pheisen 或者說一些浮點 又要信用很大的浮點 運算的一些工程軟體 比如說Solid 我們在跑的TK 或者說什麼很奇怪很奇怪的 那種 很奇怪很奇怪的軟體 Intel支援度非常的好 因為早期這些軟 早期的早期這些軟體 都是based on CPU 或CPU的工作站 去compatible的 所以說 你要玩遊戲你就AMD好了啦 但是你萬一 在工程上有需要很奇怪的軟體 我真誠心還是建議你買Intel比較安全 萬一跑AMD 哪個不相容 你就真的是酷酷 真的就雞雞了 我跟你講 你為了省那一兩千 結果那個軟體不能跑 或跑出來 會有BUG 那你真的是雞雞 我跟你講 尤其 你要跑這些工程軟體 你買Apple系列的筆電 或做電腦 直接送你一個字雞雞 真的 直接送你一個字雞雞 你要當YouTuber 你可以買Apple的 你要做工程的 很Hard Work的 很專業的 理工的背景的計算 比如人家算火箭 算火工 算半導體模擬的 算分子 銀利卡的模擬 你用Apple的 我只能送你兩個字 雞雞 趕快去賣掉 換二手的 換Window系列比較安全 比較安全 那把妹的 一定要買Apple 好不好 好 然後這邊重複了 高收密 這個都會變大 所以頻率要變高 頻率要變高 現在頻率都拉很高 拉很高 頻率都可以拉到5G去了 對不對 都拉5G去了 其實現在個人PC版 有點好像那個 效能過剩的感覺 效能過剩的感覺 所以現在軟體商 可以開始在變態 軟體那個效能過剩 我軟體也要 也開始要瘋狂過剩 要互相匹配 對不對 所以我來趕快出問11 對不對 我們開始要堆 堆砌一些軟體 樂視給你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那這一邊 Hi-KMeloGate 跟之前重複 我就不交了 Hi-KMeloGate 重複就不交了 好 我們 這個我稍微講一下 這個 我們通常 邏輯元件 跟那個IO元件 會坐在一起 因為你 你邏輯元件 最後面也要輸出 對不對 運算完 你要把訊號輸出 那訊號的量會比較大 而且這個IO輸出 會接到會比較大的那個電壓 要需要大比較電壓 螺域訊號 那這個會在同一個晶片上面完成 那IO的話會要 常常是要比較高壓的運算 所以IO 你們看到IO的元件都比較大顆 你看這個是邏輯元件 比這個高壽命 對不對 價錢比較小 他的就是 就是那個要遵守什麼 跑到廁所 開電燈的公司嘛 對不對 但是這個就不需要了 這個又不追求高效能 那有訊號就好了 是不是 所以這個大大肥肥的 同樣是FINFINFIN 這個他就做FINFIN 對不對 沒關係 這訊號會更好 是不是 所以說邏輯就會 就會考量 就會高壓 那個IO元件呢 就做成高壓 那你要耐高壓 耐高壓的話 一定是怎麼樣 GET Lens要大一點嘛 還有HIGH GATEN要厚一點嘛 是不是 走要高 耐高壓就是要耐高電廠嘛 崩潰 電崩潰之所在就是高電廠之所在嘛 對不對 對 要耐高壓就是要抗 抗高電廠嘛 抗高電廠就是GAS要變厚 GET Lens要變大 好 背起來啊 背起來啊 好 那我們這節課上到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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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